今次低空展汇聚了多家EVITO龙头研发製造商的重点产品 数量多达十几架 规模难得一见 这些产品集结了国内载人无人飞行器的先进技术 当中有些产品已获得EVITO释航三大通行证 可以用于城市客运 空中观光和空中出租车服务 有些产品时速超过200公里 可实现跨海飞行 还有产品的飞行高度可以达到1000米 亦曾经在高楼抹杂的区域进行过低空飞行演示 5月31日 广州市低空经济发展实施方案正式公布 提出到2027年 广州要成为国内首个商业载人飞行行业的营运城市 然而 目前很多市民对载人无人飞行器的认识较为局限 所以 今次展览着重加强宣传相关科技知识 工作人员会重点引导市民观看载人无人飞行器的内部结构 以及介绍安全知识 安全更多是靠一个冗余的设计 就是说假如我有一个部件坏掉了 但是我有很多备用的 就是我可以确保它不会说由于某一个零部件的失效 所以导致它整个系统的一个失效 也很期待以后真的能坐上它去上班 或者说看一看珠江的风景之类的 很期待 相关负责人表示 希望通过今次的展览 加强市民游客对载人无人飞行器 以及低空经济的了解 促进更多低空飞行新业务顺利发展 协助广州逐步发展为城市空中交通试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